范周慧的導師曾經對著我講過一句說話 恨鐵不成剛 CY其實我由頭罵到尾 所以我昨天跟他聊天我就用五個字 恨鐵不成剛 接著還有一句 我第二回合要講難民是伴不上壁的 其實第一句恨鐵不成剛 我聽到他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是覺得很開心的 我感覺到他的心裡是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也是彭秀慧 因為其實一句很簡單做得很好 當然那天因為心情影響得太厲害 我們因為早已離開 所以我們在那一刻真的可能 心情影響得太厲害 我們沒有辦法做得好的表現 就是因為他有一句說話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我覺得的確是KP會打開了我自己的 如果你根據那個導師 他是100%放心讓你去試試 還有去嘗試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的確是KP會令到我在這個比賽裡 得著更多的東西 還有是他鼓勵我去說 你去創作吧… 因為你裡面的想法是怎樣 我想其實應該都會有人有興趣聽 這個可能是屬於你自己之後的一個方向 就是他去給這個鼓勵我 你跟外面的人比 都是很普通的一個女性而已 我自己最欣賞的跟二汶的對話是 有一天他問我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甚麼人 然後我回答他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然後我說 哇 原來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一個普通人可以做到一個不普通的事 那你應該很自豪的自己 哦 是的 其實我一個這麼平凡或者資質 不是那麼好的人 都可以做到現在做到的事 所以令我喜歡自己多了 生命滿希望前路有我創 我最深刻的一句說話就是 伊文跟我說的 他都會經常去跟我說 你行的 你有的 雲衣 自己一向不是一個對自己太有信心的人 在台上那樣東西 是通過不斷的去猜測 去假裝別人有信心是怎樣的樣子 去做出來的 後來伊文一路一路跟我說 他一路發覺我的信心 應該要怎樣去建立 其實他把我這個信心拿出來 伊文跟我說過 你要相信自己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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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經常都對自己很沒信心 然後特別是唱歌 但他會叫我 如果你有信心 你就 送自己其他方面的東西給人看 這樣 我覺得他給了很大的動力給我 嗯 我呢 就是有幾句說話的 那 一就是 伊文叫我 真的相信自己 然後 然後 阿祖就跟我說 你做回自己 那 所以我 當初對自己很沒信心 但是 因為他們 那麼多人跟我說的一些說話 令到我慢慢重拾反反出來 一直以來 阿祖和伊文都給了很多東西 我們 嗯 他會告訴我 其實唱歌不是真的唱歌 或者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害怕 其實只是你說的故事 如果你用另一種心態 你當自己說故事 去說那些字出來 其實你已經唱了歌 因為我的賣點 不是我的技術有多好 而是 原來我可以做一個 Story Teller 不如我就用這種形式 去Present我的表演給大家看 這樣 秀惟和渣姐都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其實你每一次表演都很穩陣的 就是 你喜歡多點自己 不要 將自己 變成另一個人去看 原來 連我自己都 不太相信自己 或者我感覺不到自己的時候 我自己給自己的感覺 會很 那個感受 會很小 就是 我未完全感覺到自己 那 那個就是令我很深刻 就會變成 我現在會感覺到自己 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 知道自己的舞台 想帶些什麼訊息 或者我自己想說些什麼 陳柏宇最後一個回合 跟我說的話 因為 他有一句 就說得很重要 他說 他說 他說我是有charm 或者有笑 就是 需要改善的 就是技巧上面 很多東西是未夠的 你有charisma 我覺得技術上 你還可以有很多的雕奪 我都很理解這一點 還有我都會 就是怎麼說 他那一刻 我聽完是覺得很重 所以我是 會 給他勉勵到 努力一點去繼續 練習 令自己做一個 對 全能一點的artist 就是這樣 開了 出門中心上 耶